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宁静的乡间小镇 以及最现代化的都市在这个国家共存 从远古到现代 狗一直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人与狗的关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多样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广袤的土地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跨越物理的距离 更是在追溯时间的掌口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类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 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分明发展水准的重要标识 这个故事关于在中国 人和狗的关系是如何变化 以及是如何共存的 相比田园木戈的乡村 在北上广这样的国际化都市 人对狗的情感依赖 要远远超过乡村 2,400万条左右的犬 成立宠物犬 大约有8,000万个家庭 这样犬 针对狗狗的商品 活动和产品琳琅满目 也如万花筒般让人眼花缭乱 从食品上面来 我们对它微生物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 一万级的微生物的实验室 菌群总数 大汤杆菌 微量的元素 水分 微分 在天里面进入的 是万一一克 这个包装线 所生产 所包装出来的食品 是全部与人体 我觉得说低温通常 更有营养 那么采出这样的目的 就是使食品的营养成分 优势的更低 那么给宠物食品 提供的是更有营养 更全面的储物食品 有热面的维生素 高油脂 高蛋白 新鲜油脂类的 新鲜果酥类的 新鲜肉类的 以销售量来说 波磁网的销售额 大约一年突破五亿 用户对于 产品的品质 以及试口性等等方面 要求很高 对于他们的生活 会非常关注 他们一旦和他 生活在一起 就对他有责任 那么同时 我也希望宠物 能够更多的 和宠物去进行交流 因为宠物也是需要 我们的陪伴 他们不仅仅是陪伴我们 它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每一天发货的包裹数 超过一万五千个包裹 也就是说 每一天我们会为 超过一万两千个用户 去提供服务 养狗的话 它天天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不管是狗也好 人也好 它都是一条生命 你一定要尊重生命 是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 我把它当作 家里的小孩来养 不是单单宠物的 这种概念 就是 如果说你真的把它当作 家里的小孩来养 我觉得这是 真正的尊重 它的一种做法 基本上一心之息 自早安 一个月最自明 你对于这个狗 你真的付出爱了 本人觉得值 这就是值 来自宝岛台湾的梗犬专家 李兴华 在闲暇时 喜欢骑自己的摩托车 他觉得 梗犬就像他的哈雷摩托车一样 是一往无前 坚定忠诚的伙伴 是值得为之 是值得为之付出终生的 梗犬 是一种个子虽小 但异常勇猛 精力充沛的犬种 李兴华 刺养的梗犬 以雪纳瑞和钢毛猎狐为主 其中一只钢毛猎狐 已经连续几年 在拳类比赛中 获得大奖 她的个性都是蛮稳定的 才会承认这种犬种 才可以参加赛场的比赛 CKU是世界犬业联盟 在中国唯一授权的合作伙伴 旨在推进中国犬业健康发展 定期举办的CKU赛事和犬展 为纯种犬展示 以及爱犬人士 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 因为繁殖的首要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犬种繁殖出 更接近于标准的一个提出 慢慢地伴随着宠物行业的崛起 与快速发展 必然会让更多的人关心狗 如何科学地养狗 也随着这些爱狗人士的传播 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如果被称为狗奴才 那是无上的光荣 表示你把你的狗伺候到位了 你这个狗奴才 我心花怒放啊 主人想给宠物更好的一些服务 但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宠物 他只能把自己的爱用那种很满的形式给宣泄出去 当在FCIU中间有一个叫玩具和伴侣群 我觉得这两个群组都是比较可以明确地来 从名称上我们都很容易能了解说 这个狗的主要职能就是陪伴人的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 教育的提升 人跟宠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和喜 被当作宠物对待的动物比例会越来越高 它的特性就是黏在你身上 让你有一种对需要的成就感 随着都市人对宠物犬的需求和依赖的不断增加 对于宠物的这个定义及其功能 得到了许多分歧 难道这些宠物犬仅仅是出于娱乐目的而存在吗 都是比较天然的材料去做 毕竟自己做的东西嘛 现在已经不是宠物了 他是我的孩子 从他回来到家里一把屎一把尿的 当他儿子养的啊 我对自己的女儿都没有这样子过 自从养了他之后自己就不太买东西了 我对他倒是真的很舍得的 几副就是给他买 三百件我不敢保证 两百件一定有 每一层都 都好几套 自己做的就不太好看 就这种 这一件都两百多了 这个是那个有牌子 比我的裤子贵啊 这些 然后我们多的呢 还有那个沐浴露 家里人多说这个已经不是家的 是狗窝了 晾油的 晾皮肤的油 清洁耳朵的 这些就是钙片 Lucky是一只灰色小泰迪的名字 Lucky妈妈之所以给他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她觉得 他们彼此的遇见是幸运的 在他人生逆境的时候 正是Lucky的到来 带给了他希望 拥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妈妈 Lucky也确实是幸运的 随着互联网 包括像大数据的采集啊 它可能有一系列的 能够跟踪 追踪到宠物的健康的数据 心跳啊 血压啊 就跟人一样 那给到医生能够去做一个 基础的材料的储备 这样的话 对动物 我仅以健康这块为例 那也能够去做得 更加的专业化 这个时间我们希望 能够去缩短 让更多的宠物 就我们现在也服务了 五百万条 刚跟我讲 但这五百万条 享受到的服务 可能也就是 吃得饱 穿得暖 那接下来希望他们 能够享受到更多 更好的这个人类 给他们提供的服务 寂寞吧 我觉得人跟宠物这个几千年下来都是这个诉求吧 就他需要爱跟被爱 随着现在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大家都觉得缺爱嘛 缺爱从人身上才得到这个爱已经很难了 但狗没有变 几千年那狗还是那狗 狗还是傻傻的会对人这么好 所以这样就无形当中满足了人类对爱的这一块的诉求 也许在当今的社会 狗已经不能仅仅被称为宠物了 它更是我们的朋友 同时也是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家人 十一岁的Happy是一只下半只瘫痪的腊肠猎犬 三个月大就被抱回来的Happy 在四岁的时候被查出腰间盘突出 家里面养一条汤狗 就这样一直养到现在 十多年了 十一年 丢掉不可能 就像招呼一个病人一样 到人家都说一家出生你们也是这样 我说你们没有养到 你们养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他就是怕我们不要他 这里他是特敏感 反正你说什么他就听 他就怕你嫌他 他就干净给他舔 舔干净 那就怕你把他丢掉 要把他沾住 下半只瘫痪后导致大小便失禁 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 一般的狗都可以自己拔 用后腿抓嘛 对吧 他现在照不了 把脚站起啊 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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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妈妈 站起 站起 坚持每天带HAPPY出门晒太阳 并且每天按时对HAPPY的小腿进行按摩 我们家现在已经把他当作一个成员来养了 就像小孩 家人 心里面就这样想 就在我们眼里面他不只是一只狗 他其实就是 对我们感觉就是一个人 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就这个家伙 讨厌他 你又心疼了 你又烦他 但是你又爱他 养了半头二分 你不可能把他丢掉 丢掉不可能 我建议那些没有养狗的人 或者想养狗的人 最好考虑清楚 养了以后你就要当小孩养一养 尽管不能像其他健康的狗一样 尽情奔跑和自由活动 但是拥有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 Happy也是幸福的吧 我感觉呢 你的心情奔跑 是不是在吻 是不做的 你的心情奔跑 你不会让他等于 你不会让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